This is me 不说了 说过了 要说的都说完了 刚才在台上就说到说 你想以后就是要笑多一点 对不对 为什么刚才会那么讲 我只是 听到 那个嘉欣这样想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因为 我们做艺人都会比较 压力比较大 而且 我们的 怎么说 认同和成不成功 还是从人家别人的眼光去 评价才行 所以压力 相比来说会比较大 就我们其实 已经是很幸运了 所以应该是 应该感恩和开心 对 我说了对不对 对 对 我告诉你 在这里 我是陪他的 陪他接受访问 我没有什么 信文 所以呢 你问他好了 你要帮我挡架 可是你在这圈子 这么多年了吗 应该可以给他一点 就是建议说 碰到这样的情况 媒体全部就追着你 要怎么应付 一笑自自 真的 好办法 这个 这个不能 很难回答 对 现在还是工作为主了 不会想这些 现在不想这些 对 可是会微笑 接受新的恋情吗 还是现在工作为主 为主 会有玩这的可能吗 还是工作为主 现在很忙啊 真的 因为一直拍 会拍到年底啊 然后其实明年的事情 已经在安排了 所以 我希望能做一个 事业营的女生吧 只是 我觉得 有时候 随缘吧 你想太多也 也没办法 有时候 我觉得单身 有单身的好 有 有伴侣 有伴侣的好 也有不好 所以 只是可能有时候 也要看命运吧 很难说 你希望怎样就怎样 我觉得还是 主要希望是开心 随缘 这样子 对 那我现在最开心就是工作 工作 对的很满的话 我就会很开心 对 我就是最喜欢购物 网购 对 因为网购是24小时 随时 随时 就是想买就买 对 买最多什么东西 买鞋 买房子 真的 真的 买房子 没有买那么多 没那么大的能力 房子是 是自己的一个 Dream house吧 已经买到了 买了买了 就是在 自己家人附近 所以 而且 主要是需要一个阳台 因为我家有猫嘛 他们都要去便便 所以 对 我告诉你 贵 不成问题 不重要 他 一部戏 一部剧 已经找回来了 可以了 不是曾嘉宜 他才是 我要继续努力 对 可是有阳台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被拍 是啊 但是我尽量 不会穿得太性感 还好了 还好了 对 没有 如果 我真的很努力 就是 我们刚刚拍完 那个 恋爱季节 他演我爸爸 然后呢 我看他拍完 我这边 那个 十六 棚 他就转过去 十五朋友 又换一个 就演那个 谁的爸爸 演 万以文的爸爸 这是我的享受 享受 真的是 享受 老实讲 八十岁的人 要 一个 漂亮的女孩子 更积极 做这一场 很 很难得 很难得 真的是 很难得 所以呢 很享受 我也想啊 我希望啊 我希望像修哥一样 一直有人找我演 演到 对 对 那你自己是想拍 自己可以演什么 演人家的奶奶啊 妈妈啊 可以啊 我身家有一个 预告 他 四十岁的 就退休 因为他 赚了好多钱 啊 啊 Dream Home 什么 什么都 都有了 就享受 人生 还是 还是享受啊 像你一样啊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